前桃園市長鄭文燦疑涉貪案 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爆料說 目前被羈押的台宿集團前顧問廖俊松 涉嫌行賄鄭文燦 還繳上了總統府陳情 一路往下交辦 要把農地劃入國家重大經濟建設 不過府院是嚴正博去指控 而因為揭發弊案 而被鄭文燦多次提告的 國民黨籍桃園市議員林濤 他表示 這是遲到七年的正義 鄭文燦十一號晚間被收押 國民黨籍桃園市議員林濤回應 這是遲到七年的正義 不幸真理換不回 看到鄭文燦被收押 他感慨萬千 林濤表示將在下個會期提案 啟動桃園市議會專案小組 徹底清查鄭文燦任內與土地利益有關的決策 桃園市長張善政表示 會配合議員依合法權責調閱資料 他有信心任內公務員都奉公守法 在司法偵辦的同時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拿出相關公文指控 目前被羈押的臺宿集團前顧問廖俊松涉嫌行賄政文燦後 找上總統府陳情一路交辦給行政院經濟部內政部要把農地劃入國家重大經濟建設 對此總統府發表聲明反駁指出各界所提建言 總統府依陳旭涵轉給相關單位行之有年 沒有任何不法 並表示如果有任何違法施政 歡迎提出證據 交由司法延辦 行政院也回籍 對看文說故事的誣陷句感到不恥與遺憾 民眾黨表示歷經兩次交保 兩次抗告 幾經波折下 鄭文燦遭收押禁見 既然已經重啟調查 檢方應該勿網誤證 儘速釐清案情 記者綜合報導 許雙許分不可獨給雇尾 福症 市可以樺神請 陶旗